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其實也不是說很複雜 因為程式的邏輯我有剛剛講過 就是說如果我希望怎麼樣呢 我希望把剛剛的這個O有沒有 把它做切割回25個檔案 當然第一件事情我中間已經有加了這個 兩個換行 當成是它的一個中間要切割的一個分界 所以剛好同學問 就是說如果這個檔案裡面還有其他地方 它是兩個換行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兩個換行 你可以用三個換行 四個換行 或者是其他的符號也都沒有 或者是換行裡面可以夾雜什麼 夾雜空白之類的 我舉例OK 那只要是唯一的不會一樣的 那個符號就可以拿來當成分隔符號 OK第一點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會用到Find Find的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其實你可以參考官網 官網裡面這邊就有個Find String的Find 那這邊怎麼找到的 基本上官網裡面就有跟你講說 這個有個 內建的函式裡面有個Str有沒有 Str裡面呢就會有個String 裡面就會有個Find 有沒有往下找啦 你會發現這邊一堆有沒有 這些在大概這個位置啦 在中間上面的位置有沒有 那Find裡面特別是哦 它需要提供給它三個參數 那其中的話呢 第二個參數 跟第三個參數 是可有可無的 什麼叫可有可無 只要你看到中瓜糊有沒有 就是說沒有這個參數沒關係 OK哦 所以哦 這個字串 點Find 然後Find什麼呢 诶 Find就是後面就是Find一個符號 那 第二個參數是Stra Stra是從哪個字開始Find 然後呢 End是Find到哪裡為止 OK 所以哦 可以是個範圍 那我們這邊只用到Stra Stra意思說 我第一次從0開始 找 對不對 可是第二次你不可能又從0開始嘛 因為第二 你又從0開始又找到 一樣的位置嘛 比如說我如果從什麼呢 哦 假設說我從0開始 找的話呢 應該會找到這裡吧 找到這個位置 那我就把0到這個位置的 這邊的字串怎麼樣 把它存檔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我要從哪裡呢 從找到位置 因為它兩個字元 所以從兩個換行的後面 繼續往下找 那找到的話呢 那就會下一個 兩個換行 然後一樣把什麼 把上面這個位置 有沒有 兩個換行的位置 再到下一次找到的兩個換行的位置 中間這一串有沒有 一樣哦 把它 存一個檔 那就是中立嘛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道理 那第二個的話就說呢 那我應該呢 從哪個字 抓到它的檔名 特別是檔名部分 這個可能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字串的使用方法 我們大概 這邊用另外一個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這邊註解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個字串 S 等於 這一串 什麼 這一串是什麼呢 這一串就是說 如果說 三重有沒有 如果說 我將來需要一個檔名嘛 檔名 哪邊可以抓到三重 就這個位置 可是呢 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三重兩個字怎麼抓 其實有一個方法 Printer 這邊的話 特別是x 你可以把這個字串 當成類似像串列一樣來用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取得 這個串列裡面的 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 那你們算一下 從2、4、1、2、3、4、5、6、6、6 三重應該是第 第幾個 第16個字啦 哦 算過了 16、17吧 16、17 那我要怎麼敘述啊 特別是說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15 到幾個字 第17 如果你是寫這樣的話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要的字哦 是從第 第幾個字 不是 應該是第16個字 因為他的編號從0開始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是這個3字第16個字 那你就15 一直到哪個字呢 這個是停下來 但是不會執行哦 應該是15、16嘛 所以應該是16的後一個就17 也就是我要15、16 15、16的話呢 應該 實際上位置應該是16、17 所以如果我要取 三重這兩個字的話 那就這樣的敘述有沒有 試試看好了 有時候其實說真的 你也懶得算 像我有時候懶得算 我就大概先 先輸入一個數字 然後呢 如果那個位置哦 可能要前面或後面 我再改一下就好了 有時候懶得很乏 而且有時候那個字太多的時候 我就先抓一個大概 然後在那邊微調一下 也是一個方法啦 OK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輸出結果 哎 有沒有 剛好三重 懂這意思吧 OK 所以以後的話呢 我如果說我要取某一個 字串裡面的某部分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哦 OK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的用法啦 就是 切割字串的 範圍哦 OK 也就是把字串當成是 一個 有點像串列來用哦 可不可以 可以哦 這Python是允許的哦 只是說呢 後面要怎麼寫哦 不過 跟各位講那個程式 最底下的程式 真的是比較不好理解 哦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問哦 第一個的話 一樣 我們就是什麼 先把那個檔 o.tac先打開 放在 把它全部讀 讀放在s裡面 再來的話呢 P等於0 為什麼P等於0 P的話指的是 從哪一個字開始找 0的話是從頭開始找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檔 有沒有 我這個檔案不就是 從 三重的這個頭 2開始找 一直找 找 幫我找什麼呢 File s.fine s.fine 意思說 幫我往下找 有沒有 點fine嘛 那 找什麼東西呢 哎 我要切割的那個位置 P的話 從哪個字開始找 從0開始找 他就找到 找到哪裡 找到這裡 有沒有 找到這個位置 那我就把這個位置裡面的這些資料 怎麼樣 把它存起來 存一個檔 存檔我前面講過吧 存檔的名稱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哦 底下的程式部分哦 我就什麼 fw 因為我要存檔 存檔的這個 open特別注意 檔名叫什麼 有沒有發現 p加15 p加17 有沒有 剛剛是15 17 p就0嘛 0加15 也是15啊 意思說 把三重的兩個字抓住 那你想說 為什麼 這個地方還要加 因為我底下還有中立 還有南投 還有其他的 所以以後的話 那個p就是指的是 找到那個開頭位置 繼續往下的那個 那個頭的位置哦 然後後面串一個點tst 哎 那就write了 存檔對不對 最後的話呢 把我要存的那個東西 那我要存的位置的話 p p就0 從0到找到的位置 找到位置的話是這個 這個叫找到位置 有沒有發現 這一串其實跟上面 這個這一串的話哦 找到位置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就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從第0個字 到找到位置的那個 意思就是我剛剛講的 從哪裡呢 從這邊 到這邊 幫我存檔 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一個三重的檔名裡面 接下來的話 後面的話有個p 因為p 必須怎麼樣 讓它再往下 所以p等於多少 把它 這兩個位置有沒有 這邊有兩個換 在下一個開始 所以這個位置呢 我把它再寄到p裡面去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那個p就不是從0開始哦 不然如果你一直是0的話 那就一直從頭找 又是三重 又是三重 OK 所以意思說再來就是中立 再來就是南投 再來就是反正一直往下 直到什麼沒有為止 不過呢 我們最後必須怎麼樣 必須 把那個做完之後 把它分割完之後 還要把這個o.tst 有沒有 把它刪掉 有沒有 所以最後的話 我把它跑一下 基本上的話 跑完這個 但是呢 我後面有加一個f.close 你想說老師你前面都沒有點close 那為什麼現在要點close 特別注意哦 如果說你現在 假如說你把它開啟狀態 你要刪除它的話 是刪不掉的 為什麼 因為它在記憶體裡面 它已經被載到記憶體哦 也就是如果你這個沒有加close 因為這同學有問到說 老師你前面都沒有close 為什麼你這邊有close 我把實驗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他出現說 always remove 他有做了 但是我刪不了它 o.tst 為什麼 因為 o.tst 現在還在記憶體裡面 只要是 你的那個檔案 被載入到記憶體 就無法刪除 所以像有些檔案有沒有 奇怪為什麼它 你要刪刪不掉 有些甚至是病毒啊 有沒有 病毒 你想說我要把那個病毒刪掉 奇怪為什麼刪不掉 因為呢 它被載入到記憶體 所以如果你要把病毒刪掉很簡單嘛 你就從你的記憶體裡面把它 remove 掉 有沒有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工作管理員 然後裡面的話你就找找看有沒有 這邊有個詳細資料 那看看哪一個是病毒 你就把它把它移除掉 結束掉 然後呢 再去刪就ok了 道理是一樣的 ok 沒看有中過病毒吧 像我之前有中毒啊 我還把它收集起來 所以我之前收集蠻多病毒的 為什麼 我來研究看看它怎麼感染 那感染的途徑是怎麼樣 我就一個一個把它記錄下來 那如果說以後中毒我要怎麼解掉 因為你要 你要解讀之前 你要知道它怎麼感染 感染哪些檔案 感染的途徑 怎麼感染 對不對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缺病毒的話 可以跟我要 我可以給你們 ok 好 那python可不可以寫病毒 其實也是可以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們把它執行 ok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它怎麼樣 所以剛剛的錯誤訊息 你們可能要再看一下 以後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你檔案沒關起 它其實也有講的 有沒有 就是permissionL ok 那我所以怎麼樣 把它close f.close 就是把那個物件關閉了 然後再close 那應該就大功告成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 再把這邊討一下 分割 分割之後的話 把它 做存檔 這邊輸出 分割完成 看一下結果 這邊就分割完成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程式其實並不多 主要就是這個 f 這個fine的這個部分 不等於0 特別重要是 直到它 找不到 兩個換行 它 就會return回-1 return回-1 就是表示沒有了 後面沒有那個兩個換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招還蠻好用的 這個其實可以用在 像你的檔案的全文檢索 比如說你想要找某個關鍵字 在某一篇文章裡面 有沒有出現 出現幾次 你可以用一個content 然後出現的位置的前後文 你也可以把前面跟後面的文 把它列出來 有點像Google的結果嘛 所以這個其實我以前還蠻熟悉的 因為我以前最早不是用Python寫 最早可能是用那個像VB 或者用Java 或者用C sharp 那寫的 我只是把之前寫的那個邏輯 把它換成這個邏輯 而已 ok 所以為什麼我其實想到我就直接寫 因為以前就寫蠻習慣的 把它轉換過來而已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所以那個負一是指 Find 找不到東西的時候的傳謀輯 對 也就是Find 你一直Find到最後沒有了 如果有 它就會告訴你說175 對 所以0到175 那就是這個範圍 你要切割的字數了 對吧 所以找不到東西的我好像是正數 找不到是固 對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就是Find Find的傳回值 找不到東西 其實是個數字 對 那個數字的話 它的容量 就是index 就是說它找到位置的index index從0開始 所以一定會變成說找到的位置 加1之後才是它實際上的那個字數位置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ok 這個部分如果你可以通的話 其實滿多地方都可以用類似的做法 把它完成 所以以前的話像常常有人說 老師我希望 把那個 把那個 這麼多幾千幾百幾萬個檔案裡面 做那個 所謂的檔案的全文檢索 比如說 在這麼多的會議紀錄裡面 有沒有辦法幫我找到 某一些 這個檔案裡面有沒有哪些 Keyword的東西出現 那我想要把那些檔案列出來 甚至呢 我不要列我把那個 它的前後文截錄的話 那怎麼寫 其實用這個方法加Always.work就好了 ok 所以這裡面可以變換出 非常多的 這個東西出來 ok 所以 細節部分 請各位有興趣再衍生吧 因為這東西其實 還蠻多可以變化的 那當然呢 這種寫法也當然不是絕對唯一的 只是說這種寫法是我想出來 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的方法 因為一直往下找嘛 總不會有什麼錯誤 ok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 是不是可以用另外有一個 方法叫Splitter 對不對 可不可以Splitter 可以嗎對不對 Splitter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兩個換Splitter有沒有 Splitter切割嘛 那一切割之後不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然後你就Splitter之後呢 再分別存檔 對不對 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所以 如果你覺得這個寫法不ok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用Splitter ok 寫寫看吧 反正寫法太多了 但是前提就是你 就要把它改出來 而且Run沒有問題 那就是好方法 試一下